10月18号下午 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诉讼案 与马荣所王宝强名誉侵权案 在北京朝阳法院首次开庭审理 当天王宝强亲自出庭 马荣未出庭 由于事件备受社会关注 得知案件在此审理 朝阳法院门口人山人海 不仅聚集北京全媒体阵仗 更有大批吃瓜群众为官 从中午12时许至傍晚18时许 人潮久未散去 也给警力现场维持秩序带来不少压力 目前案件尚未披露更多细节 18号晚 王宝强发微博就出庭做出回应 感谢大家关心 张其怀律师也转发了王宝强的微博 18号下午 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诉讼案 与马荣所王宝强名誉侵权案 在北京朝阳法院首次开庭审理 当天王宝强亲自出庭 由于现场为官群众太多 王宝强没有在外逗留 来去匆匆 晚上他在微博上解释 并感谢大家关心 谢谢媒体和关心我的朋友们 今天开庭审理很顺利 本想结束后见面致谢 因下午两个案子时间较长 结束时天色已黑 法院工作人员都劝说 希望不要引起现场骚乱 只能先行离开 对来到现场的朋友 不能当面说声谢谢 只能心怀感激 有你们在 我会一直很坚强 法院一定会公平公正处理此案 期待最终审判